第五人格邮差第二件金皮的宋星犬 威克回来了 网易第五人格光速优化 网易第五人格说 是因为项目组考虑不忠 把邮差的圣诞心 始终的宋星犬的品种替换了 后面上线会保持原来的模型 也会在后续更新模型 但是剧情活动由于无法调整 则还是维持博美的形象 威克是诗人留给邮差的东西 宋星犬是威克唯一的朋友和伙伴 所以才要换回去 至于说邮差因此会不会没有联动机会了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的 因为联动的时装已经是换了一个人了 不是同一个世界 所以如果是联动时装 换送信犬应该没问题 不过这只博美很可爱 网易第五人格可以把它做成随从 不然总感觉有点可惜 也让我想到了另外一只很可爱的随从 B2魔犬是2019年第五人格周年 魔犬力文活动获得的 后来在2022年4月28日返场过一次 我记得好像是80亏竞获得 游戏里还有一些角色 也有自己的小伙伴 比如先知和异鸟 野人和野心伙伴 使徒和爱猫